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语不惊人 死不休 孙宏雷自爆初恋 存单金牵手会怀孕 很容易怀孕 运组对女儿有初恋感觉 为她什么都可以做 吊尾压摔伤 黄晓宁自爆 有心理阴影 陈晓庆生会 大方是爱赵丽颖 还有感觉的类似 雨声再发功 萧敬腾现身北京 下暴雨 真的好生气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玻璃游区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精神 大家好 我是蓝桌 是的 今天是周末 有个好心情来观察我们的节目 首先我们就是好运气喜多奖 欢迎来到我们的 微博发落游戏的环节了 是的 加上大家登陆到 乐翻天的新浪官方微博 转发并且评论我们当天的活动 请你转发评论的活动 解释我们当天公布的 姓楼藤的话 就会有我们为大家提供的 经纬大礼包 今天的姓楼藤是47层 大家接受了吗 是的 而且提醒大家 是倒数的47层 接下来马上来到 北京看一下电影 全民目击的首映前场 全民目击 电影全民目击昨天在北京 举行发布会 孙宏雷 邓佳佳 于南等主创 出席的活动 在影片中 孙宏雷与邓佳佳 两人饰演一对妇女 原本两人在拍摄影片时 默契十足 不过直到有一天 孙宏雷发现 邓佳佳在热播电视剧 爱情公寓三中 竟然拿他开涮 这让当父亲的孙宏雷 很不高兴 在里面骂我 骂我生活中孙宏雷 你知道吗 不是 你必须 你要是我少大孩 说怎么了 反正找了一句 这么爱的演员 我还几岁 说了就叫雷哥 谁是雷哥 连雷哥你都不知道 他是咱们酒里的老大 人称汽霸龙 就是全就是这么雷哥 我还以为是红雷呢 第二天我见过 我是姜姜 我说咱们俩坐车 我说没有啊 说爸怎么了 我说别管我叫爸 我不是你爸 这就是他干的事 不是 邓家家没想到 当初随口一句 搞笑台词 多年后自己竟然 真能与身旁的雷哥 一起演戏 好在孙宏雷当天 也只是装作生气的样子 乖巧的邓家家 自然赶紧跟雷哥 好好道歉一般 我做的最叛逆的事 就是演的 我叫爱情歌 全民目击 噱头多汁 制片人 澄清 于南 耍大牌 当了演员 你不能说 在发飞会的 头一天 你才说 你不能 来参加 这个 我觉得这 问题也能到 早在上月 全民目击的 北京发布会上 定制片人 肖凯 炮轰于南 耍大牌 缺席宣传 成为当天活动的 一大焦点 而昨天的发布会上 上次炮轰于南的 这位电影制片人 竟然没有了 几天前的怒气 和于南在一旁 亲密而语 难道上个月的炮轰事件 是双方的联手炒作吗 还真是六月天 娃娃脸 说变就变 好在这名制片人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活动的最后 主动谈起 上次所发生的 不愉快事情 那天很不合适的 在这个舞台上 我花了一通 自我的脾气 结果第二天 所有的媒体 都说我在台上 炮轰于南 说野人傻大孩 所以我今天 当着所有的媒体的面 当着于南的面 说一声 不好意思 让你躺在中山了 对不起 全民目击 血头多只 孙宏雷自爆初恋时 担心牵手会怀孕 在电影全民目击的发布会现场 众主创纷纷自爆 青春期发生的叛逆事情 其中最有意思的爆料 当属孙宏雷的 小学四年级 就开始与女神拉手了 这个爆料确实有点劲爆 不过接下来 他说的这段话 就会让你觉得 更加狗血了 小鞭子平 谁没有很傻很天真的年代 乐凡天总和报道 不会吧 到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牵牵手 真的不会生孩子的 原来我还以为 看来我多虑了 装 装 先装 没有 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应该小鞭子 孩子很多吧 孩子呢 孩子呢 就完全瞎说 你就逻辑不符 就因为有这样的考虑 所以我跟女生 从来就不牵手了 没有 从来没有牵过手啊 小鞭 恭喜你当奶爸了 放开我 哎呀 你真的是 我从来没看到 良宗那么不体面 拼命笑话 像我的孩子 不要乱开玩笑话 你以为当奶爸 有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 当奶爸 要帮人家 拔食拔尿 不说 而且每天晚上沉腻 你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能够起来为他来 行进奶爸的笑语泪 陈小春换尿布 手到勤来 儿子Jasper 7月1日出生后 陈小春还没体会到 当爸爸的乐趣 就先体会了一把 为老婆硬材 当保姆的辛苦 一天几天 陈小春正在烈日下 专程驱车 为医院中的老婆 买外卖 你认识完呢 好人吧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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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春这24小好老公 当得还真是不容易啊 不过 好在在他实现的照顾下 顺产的硬材儿身体早已恢复了 怎样 丁丁 现在 床的伤口 那些地方 好不好 好快 好快 所以 他最 第一天 第二天 最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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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恢复了 还有老公百般呵护 硬材儿真不知 要卸上多少人妻了 只是可怜的陈小春 一边照顾老婆 一边竟然连儿子换尿片 都要亲自上阵 一碗品味啊 OK啊 OK 实际OK 小彼此评 为了孩子 再辛苦也值得 新鲜奶爸的笑语类 吴彦祖担心女儿被人追 从来也是新鲜奶爸 吴彦祖的心情 似乎比陈小春复杂多了 昨天在出席 香港舞台剧活动的时候 一提到爱女 便笑容满满 但内心里 却是忧心忡忡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明显是眼睛 是妈妈的眼睛 嘴是我的眼睛 然后太漂亮 所以我很担心 担心未来的男孩子 是一种 对他的 对我就是怕 我朋友的儿子 他们肯定会想 想对他吧 所以我一定会 叫Raven一些功夫的 吴彦祖 你也想太多了吧 不过也难怪 他如此为女儿多愁善感 因为在他眼中 女儿让他找回了 初恋的感觉 就很多人说 一个男人 生一个女孩的话 就会有初恋的感觉 我完全觉得是 就一看着他眼睛 看着我 我就信任 然后为他 什么都可以做 对对对 我不找朋友 我不跟他们吃饭 只是在家里 陪下女儿 小便利平 俗话说 女儿是老爸 上辈子的亲人 乐凡天综合报道 你之前有在节目里面说 让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金钟月飞 所以昨天有首播 你有看吗 我当然没有看 因为我昨天晚上去游泳去了 你看了吗 我当然有看 你说的话 我可以谨记在心 好不好 我专门去看了一下 那个黄小明 你知道吗 黄小明一出现的时候 哇塞 那个叫一个惊讶 他那个胸肌 非常非常的完美 当然这个明星 在光鲜亮丽的途时 大家其实也没看到 他们在拍戏时受的苦 伤不及的大明星 掉尾牙摔伤 黄小明自爆 有心理因应 演员黄小明在拍摄电 白发魔女之明月帝国时 因掉尾牙不慎摔断脚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 都必须拄着怪章行走 昨天黄小明 现身北京出席活动 脚伤快痊愈的他 在美女错愿下 登台耍库 甚至还企图 同时抱起两位粉丝 两人挺成 两人挺成 到目前为止 我是不能走得太快 是不能跑步的 但是这种情况 可能在一个月左右 应该就会消失 因为现在我走得越来越好 看起来黄小明的脚伤 恢复得差不多了 马上就能进组拍摄新片了 不过说到 会不会再掉尾牙拍戏时 黄小明就坦言 自己还是有心理阴影呢 虽然多少还有些后遗症 但受伤这段期间 敬艺的黄小明依然坚持工作 宣传影视剧 广告代言一个也不落下 另外还担任选秀节目的评委 精力很失望盛 不过昨天黄小明就透露自己 目前想休息一下了 谢谢 我太累了 实际上我当下最大的梦想是 我休息 带帮我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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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版画皮昨天在北京 举行开播发布会 主演刘凯威 影儿白冰一同出席 现场记者发现 演员白冰全程都需要被搀扶着上下台 而且右脚脚踝还绑着绷带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我现在正在香港拍摄一部电影 叫一个人的武林 那是和甄子丹 还有王宝强一起出演的 那我是第一次拍动作戏 所以前两天在一次 从高处跳下的那个过程中 就脚就受伤了 原来是拍戏不慎受伤 受伤就该好好养伤 白冰居然还脚踩高跟鞋出去活动 我说白姑娘你也太不注意了吧 当时就比较严重 是那个脚后跟那个有点错位 但去看了那个爹打医生 他帮我挣位挣好之后 现在就养那个肌肉 乐凡天综合报道 作为八卦多 还是要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多多分享一下八卦 明明就是肥肉多嘛 你乱讲好不好 我这些都是精壮的肉 赶紧把刮 你知道他们最是最喜欢谁吗 那还用说吗 我觉得如果男人没有结婚以前 肯定是喜欢自己女朋友 或者自己的爱人 但结婚之后收拾孩子 这个男人肯定是会爱上自己的女儿 人家说女儿都是 那个父亲上辈子的小情人 但这辈子他最爱的女人 其实是凯蒂 因为他跟凯蒂分手了一周年之后 然后在一周年之后 他不思考 自己心里还是过不思考 所以就给凯蒂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一个情书 然后来表白 凯蒂看完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觉得我要提醒阿汤哥也是 在我们中国有句 提醒就提醒你这也是做什么 好打不吃回头草 这个应该考虑一下 这个你就不懂了 因为凯蒂才是阿汤哥的菜 这是我的菜 陈晓庆生大方是爱赵丽颖 祝你大日快乐 昨天星际人气男星陈晓在北京举办了生日会 当天老板于震也作为神秘嘉宾现身 为陈晓送来祝福 不仅如此 陈晓的绯闻女友赵丽颖 也通过VCR送上最真实的祝愿 陈晓赵丽颖两人应接派电视剧 陆真传奇解缘 电视剧虽然落下帷幕 但主角陈晓对赵丽颖的爱慕 依旧在延续 庆生会当天 陈晓就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赵丽颖的欣赏 赵丽颖她属于是我的 还蛮有感觉的类似 就是因为她 其实我比较喜欢女孩子 比较独立有个性 然后要有些小小的叛逆的性格 比较聪明的那种 我觉得她算是 随属的菜 郑佳颖看卢青生 开出择偶条件 所说陈明要趁早 明星们为了这个目标 在当打之年努力工作 忽略了感情生活 做了真身大事不在少数 郑佳颖就是其中的一位 最近事业渐入家境的她 豪至三千万房产 只是房子有了 但女主人还是空缺 单身已久的郑佳颖 昨天在香港出席活动时 也大方开出择偶条件 让人意外的是 她居然不在意女神的外表 聪明啊 有智慧啊 谈得来啊 可以做好朋友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说漂亮就漂亮 要漂亮了 当然我不会介意啊 但是你想一想 那到老了 七十八十岁了 还有谁会漂亮呢 那到时候 这是个伴 那个伴比较重要 那你能当你一辈子的好朋友 那个人就是你的伴 这是我的菜 李玉芬必谈秋泽 不认绯闻 基于小猪罗志祥 传出绯闻之后 李玉芬又与秋泽关系纠缠不清 被指示终结秋泽 与唐烟恋情的小三 而成功将秋泽撬到手后 两人的感情也发展迅猛 之前就有杂志拍到 女神亲自当司机 送秋泽回住处 昨天在台北现生活动的李玉芬 就找出完美借口 对绯闻只字不提 因为三更半夜 就是的闪光 我觉得世人都会被吓到 对小猪 李玉芬还用指示朋友四个字带过 对秋泽却如此避忌 竟然有欲盖离张的嫌疑呢 虽然不愿谈起秋泽 但李玉芬就大方开出条件 看来要当女神的Miss Bright 还真是要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呢 不是将大家众所见之间那种大英雄 可能是她在每个女生的眼中 跟心中的那种英雄 可能帮她提包包 或者是辛苦回家工作很辛苦 然后帮她按摩什么的 我觉得那种贴心 一定是女生喜欢的那种 可是也要Man的 学习我的菜 蒋梦杰回应于何盛明绯闻 去日 于正和盛明复合 让人大跌眼镜 据知名博主爆料 陈两人之前不合 这是因为何盛明 密恋蒋梦杰 两人自拍藏心术 结实秘密拍拖 在合作王者清风 何盛明历见蒋梦杰出演 恋情才被传开 让于正大怒 到底蒋梦杰 是不是两人复合的终极原因呢 对此性格直爽的蒋梦杰 在福州接受专访时表示 自己是躺着也中枪 我真的觉得这是 躺着也中枪 你就觉得你是 那个无辜中枪 真的我完全不知情 我觉得我们大家感情都很好 而且像那个余素泰 是我的像一个伯乐一样的 然后给我拍戏 然后何盛明 还有是一个工作的好伙伴 那凡天通合报道 雨声再发工 肖静腾现身北京 下暴雨真误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欢迎回到玻璃鱼剧 读家冠名播出的娱乐的翻篇 我是小鱼精神 大家好 我是梁多 小鱼就知道 我除了有八卦多这个称呼之外 我还有 还有 去你的 不是 是雨神 雨神多 为什么 身边的人都喜欢叫我雨神 因为我每次一出门 不管是前面 还是这个晴天 晴天大太阳的时候 我只要一出门 但我今天是吹牛多了 这两天你都有出门来录节目 怎么这两天不就就能下来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 已经是太阳了 那我是这个太阳 太阳 安大也不错 不过说到这个雨神 我觉得另外一个人 我真的是要甘拜下风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肖静腾 他每每走到哪里 都是大风大雨的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 还有另外一个职业 那就是人工降雨时 好神奇 雨神再发功 肖静腾现身北京下暴雨 因为每次出席活动都下雨 让歌手肖静腾 多了一个雨神称号 昨天雨神魔咒再度应验 原本高温36度的北京 一整天都艳阳高照 然而就在活动临近开始的傍晚 却突然狂风大作 暴雨如注 让肖静腾自己都忍不住 撒呼 好神奇 或许是知道自己 又不叫心惹祸了 小景腾赶紧发微博 想受到婚姻影响的朋友们之间 我没有无奈 我跟大家也是一样 为什么会这么巧 就很巧 有的是真的是一出门就开始下 有的是像刚才我要出门的时候 开始刮风 风起来想说为什么刮风 后来出去就下雨 就是这样 那平时出门 然后我在车上 雨还会逼到我 尽管这错并不在肖静腾 但怪就怪在巧合太多 让大家难免把老天爷掉眼泪 算到肖静腾的身上 而对于网友们分他雨神的这个称号 并加以调侃 肖静腾也觉得无所谓 我其实无所谓 没有关系 就是大家喜欢怎么叫我 我都可以接受 雨你这么有缘分 有没有讲过就是专门为雨写的歌呢 Oh no 我想一想 因为我怕这个话题也不会燃烧太久 我在写的时候感觉已经停了 好意外 蒋梦杰想挑战另一类角色 还记得新版《红楼梦》里那个灵妹妹吗 未见发达 迎风就倒的她 总是给人一种柔弱无力的感觉 而这次 她的饰演者蒋梦杰 在东南卫视热播剧《王者清风》中 却饰演了一个活泼韧性的侠女宋甜甜 那么在蒋梦杰心中 哪个角色更接近生活中最真实的自己呢 我本身是一个很偏男性化的 然后又 对就经常是那种很搞笑的一个人 然后 而且会比较活泼的那种 凭借林黛玉一角走红的蒋梦杰 尽管年纪不大 却已经出演了不少电视剧 那么在她心中最想尝试哪一个角色呢 就是其实很想演一个 就对于演技的考验 我很想演一个同性的体验 好大胆 陈晓不惧也杨过 有消息声 当红电视剧小生陈晓 即将拍摄于震版《神雕侠侣》 并在该片中挑大梁扮演杨过 这个角色可谓是有过诸多前辈的经典演艺 陈晓此次重拍经典 还真是压力山大 信心是肯定有的 但是压力也会有 压力也会有 那就好好拍呗 有的时候我在现场不知道 这一场戏该怎么演的时候 我一般跟导演说的是 我先在镜头面前我先演着 可能演着演着慢慢感觉就来了 或者一切慢慢就变好了 先不要怕 要不然还没有做就开始怕的话 那就会畏首畏尾了 乐范天综合报道 带到玻璃渔区娱乐线危机环节 在这环节当中 只要您答对问题 就有机会拿到大奖了 那昨天我们问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苏打利了 恭喜以下的微博网友 获得玻璃渔区所提供大领包一份 还有就是我们送出的 汪东城请笔钱名CD一张 是 今天娱乐线危机的问题 也出来要问大家 拿着签词课的人到底是谁呢 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 就请登陆到乐范天的官方微博 我们就会由玻璃渔区 为大家提供的精美大领包 还有就是我手上拿的这张 王心灵的亲笔签名CD一张 是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相会在 娱乐乐范天 祝大家周末愉快